这群众工作有的时候不是说 你把这个政策 你全部照搬照套 还有不是说这个 你搞轴框 搞什么搞个过场 还是要与老板人交心 我们这个地方交通不便 马铃所的产量比较好 还有就是这个青菜 交通不便又难得运输出去 就是几脚钱一斤 都没有人来收 我叫韩德红 是2018年派到拉苏社区 我来了以后搞笑容集合 就是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的优势 连续这个大型的市立学校 然后就给他们保证这个销路 和批发市场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没有低过那个价格 如果要把这个扶贫工作做好 数据的精准方面比较重要 我就开始记录每一副贫困库的 这个基本情况 比如说FF的走法 那个笔记本已经弄烂了 就是翻的频率太高了 我又换了一本 影响比较深刻的 其中有一户就是李文胡佳 我又要到他家的时刻来 看见两个孩子跑出来 穿得比较单薄 鞋和下半截的裤子都是湿的 我总觉得不对 心里面总介入这件事情 在我们单位的QQ群 就把这个孩子的照片发出去 就穿过的八九成型 好严的衣服裤子鞋子 就捐一系给我 我其实也比较支持我的工作 就是说我从网上给他们 他们一个买进这个预装服务 其他也有几够类似的 特殊的这种情况来发展 我是教育系统的 我也当过老师 我们好多孩子都是读完初中以后 就没有再继续 就急于出社会 你要长期的这个稳定 不平的成果成效 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 那我们就反复的 我们就去做工作 就去整法 另外一方面是训练法力 你不把孩子这个 这个九零一步教育 这个任务完成 也是违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村来 一个出学生都没有 从这个出村到现在 我都还是比较 心心满满 能量十足的 我总觉得就是说 能为老百姓做事 我觉得是光荣的 那也是我生命中 一个重要的经历 你完蛋 你完蛋 你完蛋